袁天野只含笑立在那里 用他漆黑的眼眸静静地凝望着林小竹 一言不发 林小竹早已习惯了他这深思 略带沈氏的凝望 毫不在意地端起了第五杯茶 品了一口 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抬起头来望向袁天野 公子这茶可是放久了呀 一年半到两年总有了吧 而且公子的屋子春天的时候有些潮湿 把茶都惊坏了 这茶汤色沉着灰暗 闻之有一点微微的沉眉之气 入口微淡 茶香不在 可惜了 本应该跟一二三道是一样的好茶叶的 说得对 这是去年的雨前茶 袁天野微一点点头 直接承认 你还是赶紧尝下一道吧 唐宁远的眼睛再看下一杯 脸上又露出期待的神色 看来下一杯比较有难度了 否则对他的舌头有了一定认知度的唐宁远 不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林小竹暗损 竖了口 端起了那杯茶 轻轻地挟了一口 他裂存片刻 便歪了歪头 看向唐宁远 怎么了 唐宁远忙问 这是园前的老茶叶 再加上梅雪 松雪的气泡 林小竹道 一看唐宁远眼里闪过了一抹失望 他心念一动 又说了一句 但要说梅松二雪相混 味道应该不那么薄才对 这里边应该还加了普通的雪 比例应为三军等 唐宁远只能探服 全都说对了 这一道是宁远的表情提醒了你 林小竹神色的变化 丝毫没有逃脱原天野的目光 在一旁淡淡提醒了一句 林小竹看他一眼 略带不满地道 如果公子觉得这道茶小竹作弊了 那就不算好了 原天野盯着他 目光里有一丝脑印 本公子又不是耍赖之人 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就算你能哄得宁远 告别你答案 那也是你的本事 本公子怎会否认 林小竹得胜 满意地收回目光 那就好 忽视原天野瞬间黑了的脸色 他端起了第七杯茶 尝过之后 诧异地向原天野 公子 你什么时候派人到我的院子里 去提了井水来泡茶了 唐宁远一听 指着原天野道 表哥 刚才那瓮子里的就是林小竹 他们所住的院子里的井水 说完 飞快地取了两只杯子 将第七杯和第四杯 各蒸了一些 尝了尝 疑惑地对林小竹道 这两个院子 如果不拐弯 直直地走的话 相隔并不远 你怎么能尝得出 你院子的井 和这个院里的井水的差别呢 虽然是同一个地方 但公子院子里的溪流和小湖 草木也多 水未清裂 不像我们院子里的井水 雨水 每日冲地面的水 都往下浸 水质都不如公子院子里的好 味道沉郁暗浊 有一种味不可闻的 非常淡的土腥气 唐宁远听了他的解释 又重新尝了尝两杯茶 最后挫败地放下杯子 拱了拱手 甘拜下风 又道 七杯了 还剩最后一杯 大家的眼睛 盯向了最后一杯 最后一杯 应该是最难的了 会是什么味呢 林小竹好奇地 端起了茶杯 看汤色 仍是黄山毛峰的 杏黄色 颜色略深 黄眼一看 颜色似乎比顶级的毛峰 偏黄绿那么一点 但仔细看去 又怀疑自己刚才是眼花 透亮度 也不如刚才所见的 那么单纯 明明感觉 应该是清澈透亮的 却又仿佛蒙上了一层 微不可见的 若有若无的 薄薄的面纱 让人一眼 看不十分真切 将茶杯 端到鼻前 闻了闻 茶香极浓 清高持久 并没有别的意味 应该是顶级毛峰 才对 但林小竹 总感觉有那么一丝 不对劲 按理说 这茶色比别的颜色略深 那应该是多放了茶叶的缘故 所以也才有这么浓的茶香 但清高度 于持久度 却又跟全用顶级毛峰 泡出来的 略薄了那么一丁点 连想到刚才所看到的那一抹黄绿 她心里便有了底 吸入一口 含在嘴里 细细地品创 鲜唇的味道 从舌根到舌尖 逐渐地弥漫开来 仿佛刚着墨的一幅水墨画 任由浓淡墨汁 在纸上慢慢地浸染开来 口腔里 充满了顶级毛峰那神奇的特有香气 那种香气 犹如春天里百草萌生 露珠在叶片上打着滚 然后在和煦的阳光下 慢慢地生腾 便整了雾气 弥漫在口腔这方寸之间 舌尖上便有了植物 蓬勃生长的清新纯灵的气息 这气息里 有着茶叶这种芳香植物 所特有的清新味道 还有怒放的煤 不畏冰雪的松 覆盖在它们上面的 晶莹洁白的雪 还有 夏天荷叶上 犹如顽皮孩子撒娇一般的 不断随风滚动的露珠 沾着一抹荷香 有着其他水质 所未有的洁净与清零 一抹会心的微笑 从林小竹的嘴角 荡漾开来 不管是否能拿到赏音 今天的这一场品鉴 它收获颇风 拥有一条品尝百味的舌头 这世上 还要比品尝到这种美妙滋味 更好的事吗 还有什么 必将这世间极致的美味 放到你的舌头上来品尝 让你的味蕾再一次艳遇 更让人感动的是吗 屋子里寂然无声 原本大家见林小竹 吸了一口茶汤之后 闭上了眼睛 大家便自然地屏住了呼吸 生怕惊扰了她的轻柔的梦 然而 看到她这一抹微笑 这一抹如水波一般 从雪白肌肤上荡雁开来 犹如春天百花盛开似的 娇艳而美丽的微笑 大家去都呆住了 比林小竹美丽的女子不知反击 她的笑容 比这笑容更为动人的 也不知反击 但袁天也觉得 没有哪一个微笑 能如此地打动她 拨动她的心弦 这是灵山会上 佛祖念起的一朵金婆罗花 意态安详 却一句话也不说 大家都明白了她的意思 面面相觑 唯有摩科佳业 颇言轻轻一笑 佛祖当即宣布 把贫塑所用的金绿袈裟 和波鱼受与佳业 这是年花一笑的境界 佛祖所传的 是一种至为祥和 宁静 安闲 美妙的心境 这种心境 纯净无染 淡然豁达 无欲无贪 胡拘无束 坦得自然 不着行进 超脱一切 不可动摇 与世长存 只能感悟和领会 不能用言语表达 佳业的微微一笑 正是因为她领悟到了 这种境界 而现在 林小竹正微微一笑 袁天也便觉得 无需再用任何的言语 她已感觉到了林小竹 舌尖上所感受到的 美妙滋味 她已感受到了林小竹 心间所蕴藏的 无比的感动 她们心意相通 她们无需赘述 她们只要轻轻拈花 便能微微一笑 她只觉得这天地之间 不需要再有其他 有她 还有她 便是圆满